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它在狮子座首先第一个 它对狮子有直接的影响 狮子座的朋友很可能会有点兴奋 有点嗨 而且我说过了 它会让你红起来 会让你有爆红的机会 所以我们当然要拿好的那一面来爆红 千万不要让你的霸道或暴躁爆红 此外我们也要防中暑 因为这是一个火能量很高张的时候 还有我们可能很容易玩太嗨 那这些玩太嗨的后遗症 我们都要特别当心 我们可能也会热衷于 让自己更时尚更美丽 这倒是一件好事 而且时尚美丽的人就会红 那我们也会争取自我表现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夸张了 我们也会看到 社会上有很多夸张的事件 此外我们也要注意 跟孩子有关的部分 因为他们可能表现得很好 可是遇之所至 放逸随之 或者是可能危险就藏在这些事件当中 所以我们也要陪伴小孩 然后或者是也要跟小孩好好的沟通 不要因为这样而跟他们起了火爆冲突 此外在礼拜三的时候 水星会移位 水星会从狮子座移到了处女座 这会让我们关注的事情 移动到处女关心的领域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还是会关注职场的事情 或者是肠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 这一类传染病的问题 可能也会来势汹汹 让我们很担心 不过水星是强势位 所以这方面的宣导应该是做得很好的 我们也会很注意养生 然后也会去注意食补 或者是医疗等等这方面的课题 还有在职场方面 我们可能也会更多的跟我们的伙伴互相沟通 这是一件好事 另外在礼拜六的时候 活土会有一个象位出现 这个不只是礼拜六 可能从礼拜四五六开始 我们都会有工作很heavy 就是工作得很累 或者是事情蛮辛苦的 而且突如其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每个人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健康和能力 日火狮子也会带给我们想要恋爱的心情 或者是我们看到旁边晒恩爱 或者是成商成对 会使我们特别的想要跟谁在一起 所以没恋爱的也都有动恋爱的念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感应如何 工作方面有双子 狮子 摩羯跟水瓶了 工作方面双子座的人 你会受到长官的拔着 那当然是跟你聪明外露有关系 所以尽量表现自己 而且不惧怕上级的命令 你可以跟他对着干 这有时候反而是他欣赏你的原因 另一个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你的积极度现在非常的高 所以你的表现性还有能见度都提高了 所以在职场上会变成新秀 或者是让人家特意拔着 或者是看到你就觉得有希望了 这个是一个好时机要好好把握 另一个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要注意跟别人有意见不合的情形 所以你会处在一个众说纷纭 各种意见互相抵触的一个状况 特别需要你自己头脑很清楚地去判别 另一个则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在职场当中 你似乎有点退缩或后退 或者是太不积极了 这个不积极当然会造成可能有一些损失 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提起进来 不要太缩回自己的世界 在感情上面有巨蟹 天蝎射手跟双鱼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感情运桃花躲躲开 不过这些桃花 多多少少都有一种 还没有办法进展的感觉 他们就是把你当成家人 或者是跟你相处得很开心 而这样的人非常多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如果你对谁有意思 想更进一步 需要有人敲鞭鼓 另一个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展现你自己的个性就会很迷人 而且你也可能有 自意挥洒的情况 所以也许这样会显得你很可爱 可是有时候也会显得你很白目 另一个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的桃花来自于朋友的朋友 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相处甚欢 所以有朋友变情人的机会 不一定成功 但是的确这种转变是有的 另一个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感情运非常的旺 你最近桃花朵朵开 可能也跟你人逢喜事精神爽 还是有一些好表现 让人家觉得你很棒 所以是带着崇拜你的心来的 金钱上来说是处女跟天平要注意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不过最近倒是有理财上的突破点 比如说你有没有房屋要买卖 如果有的话 有机会有人来询问了 或者是你的工作 如果跟财买买办有关系 你能够杀了一个好价钱 然后就会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 另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 你的财运是跟你的工作相对相正比的 所以你的正财运是非常的旺 而且也跟你的专业有关系 所以专业上有好表现 自然身价节节高升 你是可以涨价的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谁要注意呢 那是白羊跟金牛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你可能有乐极生悲的情况 所以不要因为享乐过度 熬夜然后最后就生悲 或者是饮酒过度 或者是太嗨了 然后出状况 所以千千万万要记得 不要乐极生悲 另一个则是金牛座 金牛星座的朋友 最近身体的底子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你必须要养身养气 否则的话 病毒第一个早上的就是你 要当心 在今年的十月前 而且要死了 他们都在基本星座 牡羊巨蟹天平摩羯 所以传统上来说 今年不会平静的 我会呈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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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呈诺